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信念不灭 从抗日凤烟到建国大业 他们百折不挠 坚心求索 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 他们笑对屠刀干洒热血 肩负开天辟地的历史重托 他们慷慨赴死 气壮山河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热血中魂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热血中魂 他曾是孙中山的警卫团营长 在叛军围攻的枪林弹雨中 掩护宋庆龄杀出重围 作为独立团团长 他率部所向披靡 打出铁军威名 他参与并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被毛泽东誉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 他还曾经历了十年海外流亡生活 归国后被委以重任 亲手组建了新四军 这位传奇将领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 著名军事家叶挺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啊 给耳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 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 1896年9月10日 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 原名叶维寻 叶挺是他的小学老师 为他索取 意为人要上进 夜要上挺 挺身而出 拯救中华 叶挺的父母都是农民 靠注重地主土地为生 因家境贫寒 他的好几个兄妹都夭折了 还有两个姐妹 早早就给别人家当了童养媳 童年的不幸遭遇 使叶挺从小就对封建制度 旧风俗和旧礼教充满了仇恨 叶挺啊 家境贫寒 但他小时候就非常敏感 五六岁的时候 他就问他的父亲 说为什么我们家 种了那么多的粮食 要把大部分粮食 就交给别人呢 他父亲就说啊 说因为是我们租了人家的地 那叶挺就问了 说人家自己有地 为什么他们不从地呢 就可见呢 他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认识到 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不公平 这种认识呢 随着他的年龄增长 逐渐变得更加深刻 对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 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2年 叶挺考入广东陆军小学 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毕业后 由先后到湖北陆军 第二预备学校 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在军校学习期间 他不仅认真钻研军事 还广泛阅读各类进步书刊 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 爱国运动 与同学一起 向附近驻军进行宣讲 在学习期间 他给主张科学民主的 新青年写了一封信 表达自己的革命理想 新青年编辑部 特将其全文发表 并评价为 李以求觉悟于自身 是正确之思想也 1918年 22岁的叶挺 游易成绩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这个时候的叶挺满腔热血 听闻孙中山成立了冤敏越军 十分兴奋 他就到福建 张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这支部队 担任第一支队的参谋 从此正式开启了他的戎马身影 讨伐跪系军阀的战斗中 叶挺一度担当先锋 表现神勇 在家乡附近的黄皮静 大败四倍余几的敌人 取得了从军后的首战胜利 他本人也因此名声大振 也正是在圆敏越军中 叶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在之后越军扩兵过程中 叶挺被任命为 孙中山警卫团二营营长 1922年6月 越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 命其部队进攻总统府 得到消息后 孙中山在他人的再三劝售下 提前离开总统府 但孙夫人宋庆龄 因怀有身孕而没有与其同行 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 他不顾个人安危 英勇抗击叛军 但叛军人数众多 我方伤亡惨重 想要突围十分困难 危机时刻 他在打开大门后 将钞票抛向空中 叛军蜂拥而上 争抢钞票 给突围创造了时机 化妆后的宋庆龄 在警卫营的掩护下 才得以趁机脱鞋 事后 叶挺受到了孙中山 和宋庆龄的褒奖 宋庆龄称他们是无畏之士 孙中山则称 打得好极了 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1924年7月 叶挺因为对国民党 改组以后的现状 感到非常不满 他就提出 希望到苏联去了解革命情况 他的这个要求 得到了孙中山 廖宗凯的支持 叶挺就拿着 中央给他出局的介绍信 启程前往莫斯科 以一个国民党党员的资格 去苏联学习 叶挺是第一个 所以周恩来对叶挺说 说给非共产党的同志 写介绍信 你西宜是第一个 到苏联以后 叶挺先后在东方大学 和红军学校 中国班学习 学习期间 叶挺是经常向 王若飞和聂荣征 这些共产党员 进行交流 表达自己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到苏联半年以后 叶挺就在他们的介绍下 录了党 他相信啊 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 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 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区的胜利 蒋介石之前担心 说叶挺去了苏联呢 很可能会白的进去 红的出来 没想到 真被他猜中 1925年9月 苏联红军学校的 中国班毕业生 20多人回到祖国 叶挺接到党中央命令后 马不停蹄地前往 中共广东区委报道 争取早日投入到 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 此时 中共广东区委 周恩来等领导人日益赶到 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就是建立一支 以共产党员为骨干 并由中国共产党 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 而刚从苏联学城归来的 叶挺正是最好的人选 在国共实行党内 合作的大背景下 只能选择在国民党军队中 建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 革命武装 才能获得国民党的支持 后来经过周恩来等人的 不断努力 在与国民党及第四军军长李继生等人 反复商议后 决定在第四军内建立这样的武装 并在赵庆建军 经过紧张的筹备 1925年11月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十二师三十四团正式成立 并在1926年1月 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叶挺任团长 为了使该团迅速形成战斗力 叶挺结合自己在军校 以及留学苏联时学习的军事理念支持 亲自制定了严格的政治教育和训练计划 因为叶挺深信了苦练出金兵 他以身作则 身先士组 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广大官兵的训练热情被调动起来 极为高涨 在开展部队建设的同时 叶挺还大力支持工农群众运动 捍卫他们的利益 他们不仅经常向附近群众宣传革命 还协助维持社会治安 组成了治安巡逻队 使赵庆的社会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1926年1月 高涯 德庆 广宁三县的反动地主 究竟民团土匪 打死打伤农会和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 独立团接到农民的求救 叶挺坚决地站在农民一方 给予救援 最终独立团与农民自卫军共同战胜了 反动武装 1926年 破译国内形势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 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 并命令液挺独立团作为北伐新风 提前出发 这一年正是液挺的儿力之年 出发前 周恩来专程来独立团做战前动员 并鼓励大家 印马长江武汉见面 1926年5月1日 独立团分别由广东赵庆和新会出发 开始北伐 液挺独立团首先入乡 经过激战击败六倍之敌 占领优先 独立团首战大捷 稳定了湖南的局面 也被北伐奠定了基础 独立团继续北上 先后占领了李陵 刘阳 平江 瓦解了敌人的罗江防线 独立团继续向湖北挺进途中 首先面临的是廷四桥 廷四桥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吴佩孚命令四个旅的兵力在此聚首 主位 听四桥从正面强攻必然要失败 前面一片开阔地 并布满了障碍物 就算我不对侥幸地冲过去 桥后的大小高地层次错落 火炮和机枪密如疏齿 欲将这险恶的防守阵地 从三万敌军手中夺下 必须出其不意 天降神兵 我已探明了一条小道 可以迂回到敌人的背后 叶廷经过对附近群众的调查 取经东面山上一条小路 绕到廷四桥后面 攻其后背 在与友军的配合下 攻下了天险厅寺桥 之后又乘上追击 攻下贤民 随后又攻下了 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门户 赫胜桥 赫胜桥失守以后 吴佩甫就以重兵建设武昌 北伐军两次强攻都攻不下来 所以就改变打法 改为封锁围困 这个时候 叶廷就开动脑筋 他对附近的居民进行调查 经过反复思考 他想出个办法 就是利用附近的一辆铁甲车 做掩护 然后挖一条地下坑道 从城外通到城里 最后里应外合 把武昌城打下来 当然你这么一挖 敌人很快就发现这个企图了 马上派兵来破坏 这个破坏行动 被北伐军击溃 但是这么一来 再加上城里面已经是 梁静圆绝 敌人的内部就发生动摇分化了 守敌第三师师长 就私下里派人出来投城 秘密商定 为北伐军打开三座城 这样武昌城最终被攻下来了 北伐军打下武昌后 武汉人民欢欣鼓 对第四军 特别是夜挺独立团的英勇战斗 赞叹不绝 独立团在此次北伐中 涌单先锋 首战优先 大获全胜 可以说是 吹响了北伐的第一声号角 继而又在廷四桥 赫胜桥和夺取武昌的决定性战役中 表现出了勇往之前的战斗精神 人民群众有目共睹 称他们为铁军 甚至有群众多汉阳兵工厂 铸造了一块铁军牌的铁盾 赠予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 夜挺独立团代表第四军接受了这块铁军牌 第四军自此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夜挺也因突出表现 被誉为北伐名将 北伐战争之后 夜挺又在保卫武汉 平定下朵营判论中立下了汉马功能 在此期间夜挺先后被任命为 第四军二十五师副师长 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 412反革命政变后 为了挽救革命 中共中央决定于7月13日 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结束了陈多瀉的错误领导 成立由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 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带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并决定制定秋收暴动的计划 由于得知 九江方面张花魁控制的部队 越来越反动 所以决定有夜挺霍龙的部队 在九江南昌发动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 南昌起义爆发 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 经过激战 齐军最终控制南昌 而此时 国民党反动派各个集团 大为阵阶 匆忙调集兵力 进攻起部队 之后 齐军虽然取得了 会昌战役的胜利 但进入广东潮汕一带后 未能抵挡住敌军袭击 最终失败 作为前帝总指挥 夜挺在南昌起义中 发挥了重要作为 他所率领的部队 因为平时训练有素 战斗力非常强 在攻占南昌城和南下的过程中 是真正的主力军 后来毛泽东领导发动的 香港边界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也是由夜挺独立团 发展起来的 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 中共中央决定在革命力量较强 群众基础较好的广东 举行武装起义 以挽救已经转入低潮的 中国革命 党组织还决定 由夜挺担任武装起义军事总指挥 夜挺认为 国民党此时已在南京建立了反动政权 而全国革命已经陷入低潮 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很困难 但党中央已经决定并委以重任 他还是毅然接受了命令 夜挺恨不得马上前往广州组织起义 但党中央害怕他被捕 决定在起义即将举行时 才让夜挺来广州 这也导致夜挺作为军事总指挥 却没有参加行动计划的制定 从而未能全面了解情况 作战计划我没有看 部队指挥员我不认识 这个总指挥我怎么当 这也是毕上梁山之时 起义消息走漏了 在广州起义前一天的下午 夜挺才匆匆忙忙赶到广州 到了广州之后 马上就突入到了指挥工作之中 此次行动 夜挺担任工农红军总指挥 夜建英担任副总指挥 这也是第一次使用红军一次 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称赞 夜挺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 现在请夜总司令下达战斗命令 现在我下达战斗命令 各营各连的攻击目标 按昨晚参谋团会议分配的任务执行 各部队按照路程远近 依次分途前进 出发 12月11日 起义正式发动 黎明时分 起义军占领了包括广州公安局在内的 国民党党政军各个机关 但国民党迅速调集力量进行反扑 援军不断向广州汇集 局势对起义部队越来越独立 最保守的估计 敌人的兵力至少在十万人以上 而我们只有三千人左右的作战部队 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太大了 趁敌人包围圈还没有合龙 避敌锋芒 撤离广州 保存实力 叶廷在分析完当前局势后 提出了最好不要在广州坚守 而是把起义队伍调到海陆峰去 在那里与农民运动相配合 以坚持长期革命斗争 但该建议被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否决 他坚持要守住广州 甚至提出第二天继续攻打第四军军部的建议 此后局势进一步恶化 最终起义以失败告终 很多年以后参加过广州起义的一些同志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都认为叶廷当时的主张是正确的 那么起义失败以后呢 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 专门总结这次起义的问题 李立山处持会议 他没有参加广州起义 但是呢 把广州起义呢 批得非常厉害 认为存在着指挥上的问题 会议对起义的领导人呢 都给予了处分 而且说叶廷任红军总司令的职务 表现消极 应予以留党查看六个月的处分 但是最终呢 党中央没有同意做出这样的处分 那么这个时候 香港当局在国民党的要求下呢 开始加紧的搜捕共产党人 经过组织同意 叶廷离开香港 到莫斯科去休养治病 叶廷抵达莫斯科后 结合自己参加广州起义的亲身体会 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称 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起义 很难取得彻底胜利 六月份 在莫斯科举行了党的六大 叶廷的报告受到王明的严厉批评 共产国际也对叶廷的报告十分冷漠 甚至阻止叶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做报告 对于这些无端的指责 叶廷提出申辩 又受到王明等人的压制 对此 叶廷感到十分难过和委屈 由于回国还将面临国民党的通缉 他只能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 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活 离开莫斯科之后 叶廷最初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生活 经济十分困难 有时还要靠出去打工来维持生活 尽管如此 他仍然广泛的阅读各类书籍 开阔自己的眼界 由于当初从今护卫国宋庆宁脱写 1929年5月 宋庆宁途经柏林时 从特意的去看望叶廷 此外 包括廖成志等其他一些同志 也对叶廷的生活 给予了帮助与照料 随着情绪的好转 再加上国内政治斗争的各种消息 也纷纷传到柏林 这重新燃起了叶廷心中的革命热气 他就开始阅读军事著作 想着有朝一日能重回国内战场 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 从井冈号角到长征壮哥 他们始至不渝 信念不灭 从抗日凤烟 到建国大业 他们百折不挠 坚心求索 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 他们笑对屠刀 干洒热血 肩负开天辟地的历史重托 他们慷慨赴死 气壮山河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热血 终魂 1931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 占领东三省 全国掀起抗日反蒋浪潮 此时叶廷的同床好友邓衍达 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叶廷再也抑制不住 对祖国的思念之情 1932年秋天 他先夫人和儿子离开德国 首先回到了澳门 从1932年到抗战爆发 叶廷大部分时间住在澳门 偶尔前往香港当地 在澳门的时候 叶廷是积极地 同党组织进行联系 他非常渴望为革命事业继续处理 同时国民党当局 也不断地做叶廷的工作 进行利用 寻意重要职务 尽管当时叶廷经济上还是比较拮据的 但他始终不会所动 而且坚决反对国民党 这种对内运用兵 对外推让的反动政策 他时刻准备着接受党的召唤 再一次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中华民族面临亡国民主的危险 那么这个时候 叶廷的满腔热血 再也安安不住了 他离开澳门 前往上海 在上海呢 他遇到了周恩来 当时周恩来正在参加国共合作谈判 那么周恩来对叶廷参加抗战的热情 表示欢迎 而且希望他能够出任抗日部队的领导 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新死军 那么叶廷就很愉快地 接受周恩来的建议 而且提议把这支部队命名为新死军 意味着呢 这支部队要继承和发扬 北伐石铁军的光荣传统 813嵩护抗战爆发后 随着嵩护前线战士日趋紧张 蒋介石队由不是中共党员的叶廷 来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并开赴抗日前线作战 无疑是求之不得的 1937年9月28日 国民军事委员会 在没有同中共中央商议的情况下 正式任命叶廷为新死军军长 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叶廷上任 不禁引起中共的警惕 担心这是蒋介石的阴谋 意图利用叶廷控制和改造中共的南方游击队 于是远在延安的毛泽东 马上向周恩来询问他与叶廷的谈话内容 并致电伯谷叶建英 询问叶廷是否完全接受中共领导 是否愿意来延安与他 叶廷正正声明完全接受中共领导 表示愿意前往延安 随后叶廷应邀前往延安 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 党中央还特意为他举办的欢迎大会 毛泽东说 千金利得一样难求 叶廷是谁 叶廷是人民军队创始人之一 你在南昌起广州起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人民军队的战士要从你挟起 你是共产党军队的第一任总司令吗 今天你是回家来了 不要激素 毛泽东还向他介绍了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 表示支持和信任他担任新四军军长一职 叶廷则向毛主席保任一切听从党的指挥 在关于恢复叶廷共产党党籍的问题上 中共中央当时认为 在当前的情况下 他暂不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 这对于他领导建设新四军 对抗日事业更加有利 叶廷很理解这种想法 同意暂时不加入共产党 但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1月21日 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叶廷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蒋介石表示 不能按照八路军的办法组建新四军 并拒绝了叶廷关于新四军军费的合理要求 态度十分强硬 此外 他还恶意挑拨叶廷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称 他们都是共产党 你不是共产党 将来你性命威胁 叶廷气得当面向蒋介石辞职 但被拒绝 随后 国共双方都做出了一些妥协和让步 事情才有了进展 新四军就这样 在国民党的百般阻挠和为难下 不断发展壮大 除了国民党的阻挠 叶廷在新四军工作的另一个难点呢 就是他和副军长向英呢 两人之间出的不是很顺畅 首先是体现在领导体制上 叶廷是军长 向英是副军长 那么副军长应该协助军长开展工作 可是叶廷这个时候不是共产党员 而向英是军生会的主席 党的会议 叶廷又不能参加 而向英呢 有的时候也不能把中央的相关指示通报给叶廷 第二呢 就是他们在战略方针上有分歧 你比如 党中央认为 青四军应该迅速的挺进敌后 并且呢 独立自主的发展游击战争 对于党中央的这个决策 叶廷是非常拥护的 认为应该尽早执行 但是向英当时呢 有所迟疑 不能下定决心 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上 叶廷呢 喜欢交际 经常宴请老朋友老部下 还有国内外的其他一些人士 他还喜欢摄影 自己有一台德国的照相机 平时呢 用它来记录新四军的战斗历程 或者是去投稿 在报刊上发表 作为对新四军的宣传 或者呢 当作资料留下来 但是这些生活习惯呢 在向英的眼里 那是和当时我们所提倡的 艰苦奋斗的这个作风呢 又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这些呢 都令叶廷在担任军长期间呢 心情不是很愉快 几次提出辞职 其中还有两次 长时间的离开军部 但是最终呢 都在周恩来等人的劝解下 为了国共合作和抗日大局 业廷又都是这个重回 从井冈号角到长征壮歌 他们始至不渝 信念不灭 从抗日凤烟到建国大业 他们百折不挠 尖心求索 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 他们笑对屠刀 干洒热血 肩负开天辟地的历史重托 他们慷慨赴死 气壮山河 百战经典系列集目 热血 终魂 一 二 尽管叶挺在新四军一方面受到国民党的阻挠 一方面又因非共产党人身份而遇到困难 但为了抗日大力 他还是尽心尽力 严抓训练 提升部队战斗力 停 第七动作 出手要狠 一招置敌于死地 明白吗 明白 全体立正 在京县与日军的战斗中 叶挺亲自上阵指挥 经过广大官兵浴血奋战 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大败日军 收复京县 但取得胜利后 之前弃城而逃的五十二十 却来督促叶挺部队 尽快办理移交手续 退出城防 返回驻地 事后 接到叶挺作战报告的蒋介石 虽然回电表示嘉奖 但是此时 他正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果不其然 几天过后 蒋介石发来电报 污蔑八路军和新四军 破坏团结 破坏抗战 其破坏国共合作之心 昭然若即 蒋介石在电报中 要求包括宛南新四军 在内的黄河引南的八路军 新四军 与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倒 黄河一北 中央希望新四军尽早北上 摆脱困境 但是项英呢 依托再托 不愿北移 丧失了梁金 最后在毛泽东 发电报严厉批评 项英的情况之下 他才定下决心 立即向北转移 但是由于年日大雨 部队刑警很困难 最终被国民党七个师 大约八万人围困在安徽 金县茂林地区 在这个危机时刻 项英带着原国平周子昆等人 不辞而别 两天之后 在没有投围的情况下 才无奈归队 这对新四军来说是 雪上加霜 此时 叶挺凝微寿命 担负军事指挥重任 他向中央表示 指挥错 挺负责 拼死竖起锅 他还告诉下手 叶挺如果凝着走 枪在你们手 但此时的局势 叶挺也无力回天 为了保全下属 叶挺决定前去谈判 但是被扣押了 最终 除了两千多人 分散投围之外 大部分官民 壮烈牺牲 包括副军长项英 参谋长周子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宛南事变 宛南事变后 蒋介石没有按其所说的 将叶挺交军阀审判 而是秘密地将其囚禁起来 一关就是五年 蒋介石向来对叶挺的军事才能很是欣赏 从没有放弃过 将他笼络到自己麾下的常识 叶军长 顾长官来看你 但派去劝说的人都无功而返 是谁给叶军长戴上手铐脚铁的 叶军长是犯人吗 太个像话了 乘官 查一查 是谁干的 军阀从事 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 叶挺始终坚真不取 在被困于重庆渣字洞时 叶挺写下了著名的曲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啊 给耳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 哪能有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在叶挺被囚禁的五年期间呢 我们党是一直努力地获取 叶挺被关押的地点 想方设法呢 要解救他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 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 其中就有一条包括 释放政治犯 但是一直到1946年 蒋介石才同意 释放叶挺 3月4号 叶挺出狱 当时就受到了在重庆的 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叶挺出狱的第二天 就致电党中央 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可见呢 他的重返党组织 是非常殷器 非常渴望的 党中央很快复电 表示呢 接受叶挺的申请 这封电报呢 还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 4月8日 那一年 叶挺刚满五十岁 这封电报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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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挺 而立之年就带领独立团 议下赫赫战功 成为北伐名将 31岁参与并领导了 南昌企业和广州企业 随后流亡海外十年 41岁担任新四军军长 却遭遇千古奇冤的 晚南事变 被囚禁五年后 才重获自由 重返党的怀抱 却又不幸允命黑茶山 他的命运虽然曲折坎坷 但北伐名将骁勇善战 英勇顽强的事迹 将流芳千古 对信仰忠贞不二 令死不屈的精神 将被后人永远传送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百战经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井冈号角到长征壮歌 他们始至不渝 信念不灭 从抗日凤烟到建国大业 他们百折不挠 坚心求索 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 他们笑对屠刀干洒热血 肩负开天辟地的历史重吐 他们慷慨赴死 气壮山河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热血 中虹